把酒言欢,借酒交愁,或是在推杯半盏间,谈生意,去旧情,爱喝酒,或者不得不喝酒的人,真是不算少。 但是,有句话不得不强调,如果想保护肝脏,预防癌症,那就要远离酒精,少喝酒。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,每天喝酒不能超过下面的量。 啤酒,男性每天不能喝超过750毫升一大瓶,女性不能超过450毫升一小瓶。 红酒和黄酒,男性每天不能喝超过250毫升,女性不能超过150毫升。 白酒,男性每天不能喝超过75毫升大概一两瓶,女性不能超过50毫升大概一两。 啤酒,比如威士忌,福特加或是高度白酒,不能超过50毫升,长期不规律喝酒的危害一。 最受伤的莫过于肝脏饮酒过量,最容易伤害的就是肝脏,因为酒精要通过肝脏代谢,作为分解器官。 酒中乙醇的毒性要靠肝脏来分解,一次大量饮酒,可导致肝脏活性减弱。 如果长期大量饮酒,将导致脂肪肝,慢性酒精性肝炎甚至肝硬化。 二,引起肾功能衰竭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作用还会拓展到肾脏。 由于酒精具有利尿作用,肾脏无法正常调节体液的流动,造成那、甲、氯离子的分布紊乱,引起电解质失衡,过度饮酒是引起肾功能衰竭的第二大原因。 三,导致股脂疏松一般认为,低体重的瘦小者,日常缺少运动的人,有家族史的人,长期使用皮质激素者,绝经教导的妇女,一天喝四杯以上咖啡者,以及曾接受胃肠手术的人,容易发生股脂疏松。 但值得关注的是,过度吸烟饮酒者,特别是长期酗酒者,也会导致骨质流失,骨质疏松年龄明显提前,而这部分人群常常要等到骨质等意外发生了才追悔墨疑。 四,容易变成酗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证实,至少3800万美国人有饮酒过量的坏习惯,但是在每6个过度饮酒的人中,只有一个人承认他们有酗酒方面的问题。 此外,全美由于酒精过量而发生的猝死案件,也达到了每年8800起,数字不容忽视,意外摔伤,意外冻死,打架闹事,酒后驾车等等意外多。 五,导致痛风发作 无论是红酒还是其他酒都是含有酒精的,酒精可使体内乳酸增加,乳酸会抑制肾小管对尿酸的排泄,酒精还能促进漂亮分解而使泄尿酸升高,所以大量饮用红酒可制痛风发作。 六,增加心脏病发作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,过量饮酒会导致心脏肌肉力量趋弱,致使血液流动不规则,去酒者往往会受到心肌病的困扰,它会造成心脏肌肉松弛和下垂,心肌病患者通常会呼吸急促,心路失常,疲劳,肝脏肿大和持续咳嗽,饮酒还会增加人们心脏病发作,中风和高血压的风险。 七,破坏生殖系统近期有研究表明,近五天内饮酒与精子质量以及生殖激素的水平存在危险的关联,饮酒量越高,精子质量越差,而且饮酒会打破激素水平平衡,也会影响精子质量,酒精会导致男性精子数量减少,致使其不育。 八,导致味觉障碍,由于酒精可以伤害味蕾,所以饮酒过量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味觉障碍,而这也正是你看着满桌真羞美味毫无兴趣的真正原因。 一,当然,吃饭不香并不是最严重的后果,研究显示,过量饮酒者比非过量饮酒者口腔,咽喉度癌症的发生率也要高出两倍以上。 九,酒精增加癌症复发几率大量饮酒可导致肝炎,肝硬化,而且,它会导致高血压并损害心脏的肌肉。 此外,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所已发现,酒精会用八口腔,咽,头,食道,结肠癌症,时,加速皮肤的老化喝酒伤害容貌,经常喝酒的人容貌哭搞,憔悴,皮肤也容易衰老。 专家Avi Love It说,酒精是一种臭明昭着的脱水和利尿热因,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宿醉之后的皮肤显得暗沉和干燥,过度酒精摄入会使得干燥不堪重负,当然,它可以使你的皮肤看起来蜡黄和糊状。 十一,引起胰腺炎饮酒过度会扰乱胰腺的功能,让它在内部分泌过多的霉,而不是把霉输送到小肠中去,霉在胰腺中的堆积最终会导致炎症,即所谓的胰腺炎,胰腺炎仅有可能急性发作,其症状包括腹痛,恶心,呕吐,心率增加,腹泻和发烧,也有可能慢性发作,即胰腺功能缓慢恶化,导致疼尿病,甚至是死亡。 十二,会让你发胖那些天天嘟吶,自己身材不好的人可要注意了,你在拒绝了甜点,牛肋排等高卡路里食物之后,本以为可以销售一点,但是却在饮酒问题上不克制,专家为你提供了一些酒类的卡路里含量,不妨一看,啤酒12盎司,5%浓度,150卡路里,红酒5盎司,100卡路里,1.5盎司烈酒,100卡路里。 十三,灼伤消化道粘膜大量酒精进入人体后,首先在胃中吸食胃液,使胃粘膜减少,随后损害消化道的粘膜,会使消化道的所有疾病加重病情,如胃炎,胃溃疡,十二指肠胃溃疡,肠炎等肠道疾病,喝酒时出现的恶性,呕吐等症状,就是酒精在伤害消化系统的表现。 十四,对大脑的伤害大酒精除了过分锻炼了你的肝脏机能以外,对大脑的伤害也是明显的,想想每次宿醉醒来,那要硬的头痛晕眩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实际上,过量酒精会让大脑旗帜萎缩,造成大脑功能障碍和意识障碍等,而长期过量饮酒则会造成慢性酒精中毒,表现为性格改变,精神异常,定向力差,记忆力减退等,喝酒的危害多多,为了你的健康着想,还是要健康的喝酒。 天朝上品江西总代理承招选省各地市县商务合作伙伴王经理,158-708-64009周经理,15170-250-959编辑,徐娘晚报李海。